请听盗墓笔记之《殷山古楼》 作者 南派三叔 由著名表演艺术散仙周建龙演播 第十八集 在这个瑶祖古寨里 修建一栋如此高大结实的汉式古楼 只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这下面的东西 价值大的无比惊人 而且极难进入 可能要二十年三十年的经营 但是我也基本能肯定 这下面不可能有什么大墓 因为这是山区的堤洼 所有的地下水全往这里走 根本没法修过大的墓藏 从我学建筑的一些知识来说 我现在还能肯定一件事情 这个建筑似乎是为了某种特殊的用途 而特意修建 它所有的特征都应该为这种用途服务 我不知道这个用途所以无法判断 但是这种用途的核心部分 应该就在地下 我看了看氧气表 氧气已经所剩无多了 最多还能坚持个十五分钟 我没时间再耗着 看着这道走廊好像并不太深 能看到十几部下已经就放缓了 下面也是青砖的地面 那青色的光没有再出现 也没有任何的危险气息 我想就算是水鬼 好像也没有什么恶意 他好像在指引着我 进行这一步又一步 如果要取我性命 我恐怕早就死了 之前的经历让我觉得 自己有点窝囊废 顶着顶神 小心翼翼地打开了那扇门 朝走廊漆黑一片的下方 就游了下去 到底部之后 我拿探灯一照 就吸了口凉气 我发现下面 是一间砖头砌城的地下室 不大 非常的狭长 长度很夸张 我在这里看不到地下室 另一端的尽头 在砖室的两边 摆着很多的铁架子 上面一具一具平躺着无数的铁人 这有点像龙窑子 两边的铁涌 好比刚烧制好的瓷器一样 全部陈列在这里 在我黄色的碳灯光下 这些铁涌好像一具一具的尸体 大有国外大教堂 秘密地下室的感觉 稍微一鼓起 这里最起码有六百具 这里的沉淀物少了很多 很多铁秀迹斑斓 起了袖林 看着像腐烂的黑色尸体 一路看过去 我发现铁涌的动作都不一样 而且非常诡异的是 所有的铁涌都没有右手 所有的右手都被破坏掉了 断口很不规则 似乎是人为的 难道这里以前是一个铸铁人的工厂吗 之前的极度恐惧已经让我麻木了 我警惕着四周 继续贴着地面往前游 一直到了房间的尽头 并没有我想象的地下庭院 而是一面封闭的墙 我只在尽头的砖石地面上 看到了一口井 在地下室挖一口井 在水源充足的广西 那是脑子烧坏了的做法 我看到这口井边 羞有凹陷的便于攀爬的阶梯 就知道这下面肯定有东西 此时我对于盗墓贼的预判 开始动摇了 这太像假楼盗墓的迹象了 也许真的是一个古墓 也许就是有这么一个老瓢坝子 性情非常古怪 喜欢花大价钱在古墓上面 盖超级厚的房子 甚至盖的比下边的古墓还豪华 还希望把房子造的极度与众不同 让别人越感觉的奇怪越好吗 也许就有一黄陵 修的地下水 超级丰富的地区 他娘的海里都有人修的 凭什么就不许人家泡在水里 我拿探灯往井里照去 如果这是一个洞洞 那么如此的结构可以确定 这个古墓非常的难以进入 所以需要修住一条走廊 一边大型的机械或者很多人同时工作 这个古墓应该在别人的房子下面 他们只好采取迂回的办法 而不是直上直下 如此这般 这伙人肯定不完全是专业的盗墓贼 很可能是一个人非常多 而且鱼蛇混杂的队伍 我忽然感觉 这很像当时那些盗墓军阀的作法 军阀在当地势力极其庞大 在窑寨里修个楼 没有人敢说不 同时呢 他们和苗窑关系又很紧张 如果让窑人知道 他们在寨子里盗墓 难保会把民族矛盾激化 他们一方面要快 一方面要藏 如果地下的坟墓巨大 他们为了节约时间 就可能修一条街市的走廊 使得大量人员进入 我忽然想起那幅对联了 心说这张家楼主 说有军功在身 觉得还真有这个可能 想着又觉得自己挺厉害 只见井下幽身 看不出什么名堂来 我背着氧气瓶没法下去 便准备把山子撤回来 这个时候 井下幽幽幽的亮起了绿光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心说又来了 这一次我能看到光 离井口很近 只有两三米的距离 我想用探灯照 没想到还没反应过来 那绿光一下动了 竟然一瞬间就朝我冲了过来 我立即举起君子 心说来真额的了 但是那绿光来势太快了 我还没做好动作 猛的一下 绿光犹如流星一般 闪过我的耳边 那一闪之间 我什么都没有看到 但却立即肯定 那不是什么幽灵 好像是一个什么 发着绿光的动物 我立即转身 只见绿光已经闪入了边上 一只铁架子里 一下就灭了 我用手电去照 只一闪 那绿光 像和我的手电 呼应了一下 又亮了起来 我看到了 那东西的真身了 那是一只灰色的 无比肥大的 犹如四脚蛇一样的东西 有我的胳膊长短 正趴在一个铁涌的头上 让我感觉到奇怪的是 它身上绑着一个什么东西 仔细一看 那是一只手电 正悠悠地发着绿光 我不知道这东西是什么 好像是一种 大个的娃娃鱼 我以前还在老家吃过这东西 但从没见过这么大的 看着非常瘆人 那手电我一看 太阳穴就一跳 正是我们之前潜水的时候 用的那只老黄皮手电 这肯定是胖子他们带下来的 而且看那娃娃鱼身上的蟹 也肯定是人绑上去的 难道这是胖子他们的杰作吗 我脑子一转 一下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没有人会莫名其妙地这么干 胖子这么干 很可能是想让别人注意到 这只娃娃鱼 难道他们被困在了某个地方 通过这种方式来求救吗 打死我也没想到啊 那清光竟然是这种东西发出来的 他娘的手电的光 怎么就变成绿色的了呢 一下子我的人就放松了起来 人顿时瘫软了 浑身都松了劲 看来我想的没错 他们在水下必然有奇遇啊 他们现在很可能还活着 只是被困在了某个地方 通过这种方式求救 这个地方很可能有空气 但是让水给隔断了 虽然不知道胖子和门牛瓶 在水下到底经历了什么 他们是怎么到达这个地方 但能知道他们可能还活着 我感觉太好了 而且以胖子那种鬼精性格 那娃娃鱼上面可能有他们近况的线索 那就得把这东西逮住啊 我在水下手脚很不方便 看那东西游动的速度 逮他 恐怕够呛 娃娃鱼是水中一霸 咬人非常厉害 而且这个头也太大了 恐怕一口下去 我的手指都交代了 但是再够呛 我也得试试啊 我举起军刺 缓缓地游动过去 尽量地慢 但是只靠近一米多 嗖的一下 那东西猛的一百尾巴 闪电一般的 游出去六七米 停到了砖石的另一边 我靠 我骂了一声 这东西就算在岸上 用鱼插 都不一定能插中 不要说我现在在水里用手捉了 不过 好在他看似温顺 没有来攻击我 我还想尝试 继续缓缓地靠过去 这一次我几乎靠近它了 但就在我伸手的那一刹那 那东西又闪到另外的一个地方 我意识到 在水下不可能抓到这种东西 那东西 滑动尾部形成的水流很有劲道 可以想象它的爆发力有多大 即使这东西抓在手里 很有可能凭我的力气 都抓不住 氧气灯已经发出了警报了 我有些急躁起来 用手电四处去照 想找找有什么东西 可以用来当工具 但四周什么都没有 那些铁涌中得要命 就算有用 我也举不起来呀 这时候想到我带的那根军刺 这东西现在可是我的精神支柱啊 虽然从来没用过 我本不想伤它 怎么说它也是一个生命 但是到了这个时候了 我心中急切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人的恶性上来 什么怜悯都是空话 我再次游过去 举起军刺就想把它钉死 就算钉不死 它受了伤也没法游得这么快了 这一次 它停在了铁架子的脚下 爬在上面的青砖上 我屏住呼吸 犹如浮尸一样缓缓地飘了过去 一点一点地靠近 就在离它只有半个胳膊的地方 我犹如电影放慢一样 极度缓慢地 把举起在手里的军刺 举到了差不多的位置 便想刺下去 可能是我那时候的杀意 被娃娃鱼感觉到了 嗖的一下 它就往前挪了几公分 这时我心意很 军刺扎了下去 一下就刺到了它的尾巴上 这东西尾巴上全是肉 它躺得卷了起来 力气果然非常的大 我的军刺几乎脱手了 我追了上去 一下就抓住了上面的手电 但是在水下阻力太大了 一下没抓实 那娃娃鱼把尾巴争断了 飞也似的游出去六七米 这一次不再停下来了 而是往专室的另一头逃去 因为没了尾巴 它的速度明显就慢了下来 我摆动脚谱往里追去 好几次它都差点被抓到 但是在水里 这一抓的精确度实在是太低了 每次都在我认为肯定会抓住的情况下 被它逃脱了 连锥了十几米后 我在水下潜了这么长时间 体力就跟不上了 我死死的咬住呼吸器 用手拉住那些铁架子借力 勉强跟着 忽然青光一个转弯就不见了 顺着那青光消失的弧度 我扑了过去 一下就看到它消失的地方 墙壁上的青砖空了个洞 我伸手进去 一下子就摸到了它身上的手电 但我怎么抓也抓不出来 它肯定用双脚死死抓住了里面的砖壁了 我蹬起双脚顶住砖石的两边 用我的体重往后翻 只觉得手上忽然一松 手电被我拔了出来 我一个跟头甩翻了出去 撞在了后边的铁架子上 好不容易才稳住了姿势 往手里一看 原来绑着手电的绳子 正是胖子旅行包上那种尼龙丝 那东西吃不了大力气断了 用探照灯照了照洞 就看到娃娃鱼窝在里面 看样子似乎不肯出来 我也懒得理他 我把手电放在探灯下 去看是否胖子还做了手脚 一下就看到那上面 果然刻了几个字 SOS跟着洪西朝 翻过来 后面还有一行小字 但是看不清楚了 这几个字刻得非常的粗糙 字形丑陋 但是刻得极其用力和清晰 手电筒都被刮得变形了 这可能就是手电 老是一明一暗的原因吧 而手电筒的玻璃罩上 糊着厚厚的一层防水胶布 胶布的颜色是绿色的 那清光他娘子就是这么来的呀 我不由得暗骂 这死胖子把我魂都下没了 就是有搜索队看见恐怕也会吓死 这几个字的意思非常的明白 就是告诉我 他们还活着 但是需要救援 找到他们的线索 就是洪西朝 手电还能发光 这种手电最长的用电 时长不会超过十个小时 也就是说手电的光线还这么亮 很可能是距离绑得 娃娃鱼身上的时间不长啊 他们一定还活得很好啊 我不由得佩服 胖子的机智 这家伙真是不得了啊 这娃娃鱼现在才出现 显然他是判断 我就会在这个时候下水 可是这个地方离他们失踪的地方 起码有一千多米啊 他们是怎么不用氧气瓶 而到达这里的井下的呢 想起这些 我就不愿意细想了 我整个人都清明了 一块隐隐约约的大石头 终于沉了起来 虽然不知道 他们在水下发生了什么 但知道他们肯定还活着 其他的也就不重要了 现在首先必须要 把他们揪出来 我们之前在岸上 看到红西朝现象的时候 已经推测 这湖底可能与地下河 有相通的口子 现在看来 我的推断是正确的 而他们被困住的地方 似乎就在这口子附近 但胖子说顺着水流 红西朝还没有开始 怎么可能有水流呢 我甩掉手电 用手去感觉四周的水流 冰凉的湖水 让我的手一片麻木 感觉一些粗糙的东西还可以 要敏锐地感觉水流 完全不行 而且就目测 水流完全是静止的 我想了想 有了一个办法 我抓了一把铁人上的沉淀物 让它飘散在水中 在碳灯的光线下 这些白色的悬浮颗粒 一下子扩散了开来 我仔细看着这些颗粒 看它们在水中 逐渐的平静下来 然后极度缓慢的 这些颗粒都朝着井口移动 果然呐 这里有着非常非常缓慢的水 流向这井的下方 看见这种缓慢的运动 显然红溪潮还是存在的 只不过微弱到肉眼 无法察觉 而且看水流的方向 现在红溪潮另一边的气压 可能很低了 使得这里的水流往那里反吸 我看了看氧气表 还有一些时间 我只带了一套氧气设备 如果这一次不找到它们 可能就要等阿贵 把其他设备运进来后 才有第二次机会了 那就是两到三天后了 我必须确认它们 能不能坚持那么多天呢 如果有可能 这么短的距离 我希望能够把它们一次带出来 我估计了一下时间 在氧气表为零之后 里面的压缩空气 还可以坚持二分钟 只要把回程的时间 控制在十分钟左右 我能用来探索的时间 最少还有十分钟 事不宜迟啊 我解开身上的氧气瓶 用手提着 先沉入了井中 然后一头栽了下去 井内非常的狭窄 好在挖的笔直 我一路往下沉去 看着高度表 很快气压已经超过了七个大气压 深度快接近九十米了 我头朝下 身体的不适感已经达到了极限 之前我精神非常的紧张 才没有感觉出来 现在稍微轻松了一点 那种令人极度窒息的压力 所带来的恶心 开始在我的喉口泛滥了 我知道绝不能吐啊 我体内的器官里有气体 一吐之后 因为压力的关系 会物有可能吐不出来 反而冲入气管 我硬生生忍住 几乎是使用了我全身的力气 把注意力转移到了 碳灯光的光板处 不久之后 看到四周的青砖都消失了 露出了岩石的脉络 显然 他们的工程已做到了这里 底下就是单纯的挖掘了 这时我开始感觉的不妙了 我听到了一种奇怪的声音 从井的深处发了出来 同时我感觉到四周水流的速度 在一点一点变快 我越听 越感觉不对 这好像是非常湍急的水流声 正想停住好好停一下 忽然我下面的氧气瓶 像被一股力量波动一下 抖动了起来 我是用牙齿咬住呼吸器 然后呼吸管挂着氧气瓶的 本来就很吃力 氧气瓶这一抖动 我一下子没咬住呼吸器 就从我嘴巴里拖了下去 往深处沉去 我立即冲上前去抓 好在我做了保险措施 有条袋子挂在我的脖子上 我想拉着袋子 把氧气瓶拉上来 没想到氧气瓶沉下去 一米多不到 忽然以极快的速度 消失在了我的视野里